娘 算起來快有十年 你沒有回過 金陵西家大堂的老宅了吧 我們要回金陵 那個老宅子 當年被火燒得破破爛爛的 這麼多年又沒有人去住過 也不知道成什麼樣子了 怎麼突然想回那兒看看了 畢竟是母親的娘家 我小時候也住過 我還記得 外祖父最是疼我 以後 山條路遠 想再回金陵 怕就難了 什麼叫山條路遠 娘 我已然決意 要和顧家一起離開揚州 娘 你跟我一起走吧 你這是要去哪兒啊 有種 金陵西家大堂 玉如和他母親去了西家大堂 也沒多遠 來回一天的路晚上就回來 不然婚宴跟著沒什麼事 那兒 玉如和他母親去那兒幹什麼呀 他外祖父的老宅在哪兒 說要去瞧瞧 這麼點當兵 我差點忘了 玉如的老家也是住的 也是 還有誰在哪兒 咱們家還有金陵子去 陸家 要舉家牽到幽州去 眼下揚州是什麼光景 街渡時的護狼之行路人皆知 怕是待不長了 可是 真的要到了舉家搬遷的地步了嗎 其實也不單單是顧家 在揚州 但凡有一些家底和產業的 不做私量 怕就晚了 娘 你別怕 到了幽州 瑞瑟我們照樣過 我公婆的多半財產 已經搬過去了 我跟九絲 在幽州有朋友照應著 那你爹呢 女兒想過無數次了 爹太短視 大難不到眼前 讓他放下柳家的家宅和生意 她是斷然做不到的 等大難到了眼前 就一切都來不及了 這真有那一日 我只有求顧家 讓他們盡量周全 分出一車一馬 幫爹逃難 若是連顧家都變長莫及 娘 我今天 就是想借江香為由 讓您做一個決斷 你是跟我走 還是留在柳家 我也是